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公仪修是鱼 古时候,有个叫公仪修的人非常爱吃鱼 他做鲁国的宰相时,国中有一个人知道了他这个爱好 便给他送去了许多鲜鱼 没想到,他却聚而不收 他的弟弟很奇怪,就问他 你这个人真怪,你那样喜欢吃鱼,为什么不留下呢? 公仪修回答说 正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吃鱼,所以才不能接受别人的馈赠 假如由于我接受别人的馈赠而被免了职 那我以后就再也别想吃到鱼了 我现在拒绝接受馈赠而保留职位 就会长期有鱼吃,而且心安理得 因为这是我自己所应得的 听了公仪修的话,人们说 这是真正懂得怎样才能使自己吃到鱼的人啊 这个故事说明,要随时注意自己的言行 防危杜见 这样,就不会因贪图眼前的小利 而损失了长远的利益